为了发展中台湾观光产业 今天特别在静怡大学举办一场 中台湾观光发展论坛和寿正仪式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到现场看看吧 四季如春的台湾宝岛 风景每不深收有许多著名的观光景点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台湾观光产业受到很大的打击 为了推动观光产业 食、素、油、购、型的建构跟发展 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邀请交通部观光局 台中市、苗栗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 嘉义县、嘉义市、新竹县政府 以及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管理处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单位 召开中台湾观光发展论坛 共同探讨台湾后疫情时代的观光前景 达成最佳的观光行销效益 那我们的联盟的目的是要把这许多县市的业者 把它串联起来 那大家除了去精进之外 也去做联合的行销 然后让彼此的这个经验能互相来交流 带动整个区域的这个发展 这是我们要主这区域联盟的一个目的 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理事长黄振聪表示 这次结合中台湾教授协会 在静怡大学国际会议厅召开这场论坛 会中举办授证仪式 就是要加深业者、政府跟学界的对话 以整合跟创新作为核心内涵 提升中台湾旅游业的机会跟发展空间 热络台湾观光产业的蓬勃发展 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义 也上台致辞 肯定交通部、观光局、各政府单位 跟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的用心 我们今天成立这个的话 我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大家共同来讨论 提升观光旅游的精致旅游 把所有的住的、吃的、旅游的 能够把它精致化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借这个活动 能够来启划大家一些想法 透过这个论坛可以一个交流 那二方面我们嘉义 现在有一个阿里山 那我们配合 江木光局的吉良山脉旅游联 我们也推了加油好步道 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中复的这几个县市的朋友 还有民宿业者、范园业者 跟他告诉我们嘉义游 加个好山好水 也希望他到阿里山来旅游 而针对政府推动的观光旅游补助 中台湾观光产业联盟 还加码推出500元的优惠措施 增加民众消费意愿 加上媒体行销的力量 希望能保持国内旅游市场的热络 再次创造台湾的另一个经济奇迹 打造台湾福尔摩沙 成为一个亮眼的美丽宝岛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王瑞彤台中报导 再次创造台湾福尔摩沙